今天是第三十周的星期二 我们在读今天的俄夫手术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感觉到一种好不舒服 不舒服的原因就是形成了一个家庭之后 为女人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 如同服从猪一样 我们知道男女是平等的 可是现在女人真的有的时候 在家庭之中太枪势了 是要求丈夫来服从自己 把这个规律破坏了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否认女人的能力 女人的思维 女人的细腻 女人的爱不适得 因为天主既然给我们分开了男女之别 而这个人他自己在成长阶段当中 如果他没有父爱 或者是说他自己 自消的时候死去了父亲 甚至是说被父亲呢 伤害过 在女人的呵护 着骨之下成长起来 她的心理成长呢 是有变化的 也是说是有影响的 同样的一个女人呢 在一个误助的家庭 在一个受欺负的家庭 他也渴望着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耐性 不被欺负 这些都是在不同的观景之下 成长起来的 每一个个体 受欺负要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听到今天 保禄相 俄夫所人所说的这些书信呢 不过我们 女人枪势也好 不过我们 男人脾气暴躁也好 形成一个家呢 不是说 非要 要领驾在别人之上 家 不是一个 所离的地方 家是一个将挨的地方 一个真真事实 愿意自己的家 荷姆幸福 孕育出来自己的孩子 能够正常的成长发展 这都需要用智慧 而不是说 随性发作 随性发作的婚姻生活 不会长久 所以 即要让我们自己 慎重的去 处理家庭的 缩碎的小事情 因为这些小的事情 影响了 家人的情绪 而这些情绪呢 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是他们工作当中 心不在眼 会出很多 余聊不到的事情 这都是在 话里话外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宝露 像偶夫说人 所写的这个书信 那历史的去推论呢 那个时候 是女人没有位置 然而宝露 能够大大地说出 这样的话 让丈夫去爱自己的妻子 让妻子 服从自己的丈夫呢 妻子是会服从 在哪个世代 因为女性 她已经 还没有被提高起来 是弱势的群体 那么今天 我们不是去分析 那人与女人的 家庭当中的主导位置 耶稣今天 把一个家庭 搬到了自己的 教会当中 来描绘着 耶稣跟教会的关系 所以说 来搞解自己的丈夫 你爱自己的妻子呢 就如同耶稣爱教会一样 如何的去圣化她 用谁去借敬她 并且为她 舍弃自己的生命 因为她是你的全部 她是你的一切 当你真心的 去爱自己的家人的时候 她能够体谅到 她不会有三心二意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 或许这不是绝对的 因为真的有的女性 她自己的性格就是 就是其他的 那么我们自己在今天 听到保禄中途像 俄夫所人所写的这个书信 一方面是 想一想教会 与耶稣的关系 另一方面 想一想我们夫妻之间的 这种关系 今天说一句 最普通的话来说 谁结婚是为了离婚呢 如果 结婚是为了离婚 就不会结婚 结婚就是 是愿意把自己的情感 全部的 投入在这个家庭当中 去孕育着自己的希望 孕育着自己的未来 甚至结婚之前的时候 当然教会把这些 始作是迷信 而这些迷信呢 也仍然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 很多的人 他们自己要看一看 书像隔不隔 只有在我们中国 有12书像 其他的地方没有 所以说 还要开开这个书像呀 开开这个性格呀 是 分析分析性格 分析分析家庭 因为每一个人 都受家庭的影响 他受家庭的影响的 百分比 也是挺高的 如果他自己家庭当中的 没有人员 自己家庭的父母 经常的抄呀嚷呀 或者是说 不重视自己的情感 那么孩子 也是会受影响 所以过去 要给孩子招对箱的时候 要放心他的散代 或许这是有点太密信了 但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们 结婚以后 能够让自己的婚姻稳固 可是现在已经 进入了 电子时代 真的即便是说 现在信息忘了 那么痛快 这都是我们 离婚的原因吗 不是 是我们自己的心 没有定性了 是我们忘记了 世间只是一个 短暂的停留片刻 而我们自己 就会让我们自己的 情感泛滥 情感泛滥的时候 都会一轻别裂 就不会说是真真实实的 是 世界上你能够 找一个外人吗 就算是说 现在 皇帝 你羡慕着皇帝 你跟皇帝结婚 皇帝都没有缺陷了 就算是一个父王 家财外贯的父王 你自己 就在他身上 开不到缺点了 这两天刚听说 咱们不用说哪里了 就困躯着会有一个 三十多岁的父女 跳楼 找了一个挺年轻的 据她们串业来说 或许年轻的 因为看到这个女人 有千财 但是到时候呢 看到这个女人 是事心事意 跟她过呢 她看到 掏不出千财来了 不跟她过了 所以女人 相不开跳楼 生下个孩子 多么可怜呢 所以你自己 现在要想一想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铁区千财 所以今天的婚姻 已经没有 结婚的那个 真正的约束了 应该知道 结婚结婚 所结的那个婚姻呢 是死结 而不是活结 如同现在穿鞋的一样 穿上鞋 搭上一个货结 踢一个头 刷也开了 现在人们 结婚 离婚 离婚 结婚 比那些鞋的 还那么方便 还那么自由 想结开刷 结了 想把鞋脱了 这个鞋不舒服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夫妻之间的那种摩擦 是需要一定的事件的 你要想在这个世界上 找一个外人 那是不可能 往往为什么他们立了婚以后 他们自己就 第二次还是不稳定 第三次更不稳定 为什么呢 第二次结婚的时候 就考虑到第一次婚姻的 对方的优点了 要在第二个人身上 找第一个人的优点 那你肯定是找不见 你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都开始找第一个的优点 第二个的优点 任心就是这样的 其实人没有认识自己 当他认识自己的时候 就会置于自己的 这种情感 不痛的倾向 所以我们没个基督徒 夫妻二人 结为一批 应该离开父母 这是圣经上的话 这是天主说的 这正如同所说的 天作之合 天主结合的 你为康的 你为了自己的私益 你不愿意接受了 你要承担起家庭的审判 因为什么呢 你要背负其 背弃情感 背弃蒙月的责任 你和其一会说 你给他说 丈夫是什么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缺陷 有什么样的毛病 妻子是什么样的 有这样的毛病 有这样的缺陷 那么 审判我们的是耶稣 耶稣招教我们的时候 是不是掀起我们 自己埋伤的罪恶 耶稣招教 鲁大使的时候 是不是知道 他自己将来要出卖自己 所以耶稣 溶流了鲁大使 每次还迫切他出去 去采购物品 那都是用爱的态度 去引导他 只不过他自己 一意孤性的去 出卖耶稣 是因为他在耶稣身上 看不到希望了 就如同为妻子的 也好 为丈夫的也好 在对方身上呢 看不到希望了 总是失望 自己所想象的是 某个一怪败子 自己所想象的是 有一个温定的未来 所以说 他也看到耶稣 隐没了 抱着焦慶的心理 这些焦慶的心理 这些虚荣的心理 把鲁大使 嗨了 当真正的 出卖了耶稣 后悔了 就如同婚姻一样 不利的时候 痛 利的时候更痛 所以你自己 现在出卖了婚姻 把耶稣出卖了 难道你自己 不应该背负 出卖婚姻 背叛婚姻的 罪过吗 当你自己立了婚姻 你自己不是指 对方 与 反罪的境地吗 其实这些 都是应该去分析 任性的培育 是关键的一环 所以告诉了丈夫 应该如同耶稣一样 奢侈自己的生命 来呵护这个家庭 来爱这个家庭 而家庭最主要的成员呢 都是妻子 妻子能够给家庭带来温暖 带来和谐 带来和 带来共荣 所以妻子呢 要依附着丈夫 要给丈夫呢 称为一个好的仙女柱 为什么把妻子当作是 肋骨呢 包括着心脏呢 包括着这个家庭主体的心脏 这个家就是拥有通语的心脏 脉搏跳动的时候 都是心脏输送的这些血液 使这个家能够正常的 有动力的 有获利的生存下去 所以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过去的 那么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如何去 面对我们现在的家庭呢 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反省 好好的反省一下 我接纳了有缺陷的丈夫吗 我包容了有毛病 有点自死 小脾气的气子吗 所以我们都要在信仰之内 去包容 去接纳 去实行 天主所交给我们的 另一半 去配育 去分享 凿化工程 天主让夫妻 奋向他的创造生命的 这个大权力 去陪下一代 如果我们想到这么深圣了 谁会减踏自己的婚姻 谁会减踏自己的情感呢 让我们反省一下 能力的 能力的 能力的